因為ViuTV就有完整的八截 暫時還有一些運行 ViuTV 剛才那集都說過 要小心2028到2030年 TVB在2024年打後開始 就會有一個很重的劫裁力量 就會開始慢慢走下波 也可能是ViuTV和無線都一起走下波 因為可能幾年之後 有新的電視台再發牌 你都不知道的嘛 這是一個制度 總之這是一個歷史的回顧 亞洲已經成為絕響 只剩下YouTube Channel 有沒有機會能夠再起風雲呢 沒有的 沒有機會 因為沒有機會 要麼你怎樣呢 你又改過名字 再改一次的名字 找個好少少的師傅 重新起過八字 再重新改名字 有機會起風雲 如果不然你繼續營業 雖然轉了網台 但還是營業這些 這樣的八字 你就不用知道有運行 其實最美的八字 就是採蟲的八字 就是最美的 官實 跟著一轉了命之後 結財就很重了 即是說 不停是被人去搶奪你的資源 就是這樣 影片簡介有消費聯絡方法 亞洲的負責人 不妨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沒錯 研究一下 聊一聊應該你們會有找 哈哈哈哈 好 下一集說什麼 下一集看看 找不找到蓬佩奧的資料 跟大家聊一下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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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